刚刚有同学就是这个地方END END等于空的意思是说 print本身最后会多带一个enter 就是反斜线N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那个反斜线N就换行出现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有个换行 我把这个换行拿掉 这个换行拿掉 让它不要一直enter 还记得这个吧 如果你这个不加的话 那它会变成什么样 全部都列在一起 怎么把它执行 它会变成说它会一直往下 就长得像这样 那我们之所以会加一个END等于空的 就是把那个换行给去除掉的意思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刚好就是刚刚有同学提到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加了END等于空的 这边会有一个XX 那这个XX基本上就是Eclipse 它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参数 它不知道它会以为这个是错误讯息 但理论上执行是OK的 所以很多同学都问说这怎么办 你先不要你干脆就假装没有XX就好 没有XX 因为这个是它里面的一个小bug OK这个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在Windows里面跑OK 可是在那个MAC上面好像有的MAC可以 有的MAC就出问题 所以如果说假如这种写法不行的话 比如说早上同学问到 其实你也可以改成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呢 就是你可以先怎么样 把那个字串先放在 先把它串在一起 串完之后一次再输出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说那种写法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现在的写法是一边怎么样 一边跑回圈 一边就print出去对不对 不过因为这个跑 应该慢慢各位要用推理的啦 然后呢 现在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先不要一次就print出来 而是最后一次再print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把资料 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那那个变数也许啊 我们取名假设老 我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写一个s好了 s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呢 我先产生一个没有字的一个变数 就是一个字串变数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print 一直print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这边自己好像可以删掉 我先删掉 然后呢我就怎么样 s等于什么呢 s自己本身在串接什么呢 串接那些东西 那就是刚刚写过的 大瓜符串接 乘号码乘以什么呢 乘以第二个大瓜符 再等于第三个结果 然后后面加一个反斜线T 就是把它怎么样 一个串进去一个 然后后面的话点什么 点format format后面一样 就是把那个i 然后t有没有 在逗点i乘这一 分别放在哪里 放在前面这边 然后呢跑一个就串一个到s里面去 跑一个就串到里面去 OK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enter 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地方 再串一个s等于什么呢 s自己本身 再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反斜线N 就是换行 有没有 刚刚是加一个print嘛 就直接print 我们现在不是哦 我们现在这种做法是 全部串完再一次输出 OK 所以又另外一种版本 因为主要是 早上有同学那个 有Mac上面的问题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种写吧 如果刚刚的EMD等于空不行的话 你写这个也OK 最后再把它一次print print 怎么呢 最后再把这个s 帮我print出来 所以它会一直串 先把它串在这边 然后换行 然后再串第二个 换行 串第三个 一直串到最后一列的话 就直接把它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哦 基本上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输出 结果没OK 结果也OK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你看又多一种方法 所以假如说 刚刚同学遇到的那个问题 你就可以换成这种写法 那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这边本来的那个print 就写成什么 s等于s加 s串接后面东西 串完之后再存到前面去 串完再存到前面去 最后再换一个换行 也是串到前面去 最后的话 一次性输出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写什么啦 只是说这个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s等于s加 另外可以写成早上 刚刚讲过的嘛 早上讲过的 你也可以改成什么 加等于 可不可以 可以哦 所以只是说 如果你实在是记不得太多的话 然后要希望跟那个VBA 变能够相容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写这样 因为这种写法VBA也是这样写 然后在Python 如果你是 Python有两种写法 你如果为了兼容VBA的话 你干脆写成这样子 所以又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用串接的方法 OK 应该可以看懂 只是说 因为这东西在回圈里面就变复杂了 OK 如果说你学的实在是太多 也许你不然你将来可以怎么 先把回圈的数量先减少 然后最后再增加 也许是一个好方法 不然有些同学 一下子突然这么多回圈 头一直转着 转到快要当机了 而且越多的回圈越是头痛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写一个九九成法表 但是我希望写是在哪里 在VBA里面写的话 OK 我们大概比对一下 如果Python的缝回圈 如果我要把它改写到那个什么呢 VBA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希望怎么样 将来输出 就输出到这里 1到九列 然后什么 A到678 A到I欄 也就帮我输出到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就1乘1等于1 OK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叫你自己打 这边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1 1乘就X 也不过 这边可能你就是要不能 你变成说你要用什么 用字串 1乘1等于1 Enter 输出 但问题 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怎么样 就是用VBA输出 一样的道理 在VBA里面的缝回圈 怎么去撰写 有什么差别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的这个地方补充就是 我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如果你会一直很care那个什么 end等于空是XX的话 或者是Mac里面没有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的方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这种写法将来 如果说在其他地方不能用print 那你可能就只能用串接 那你就写成这样就OK 那之前我刚刚写什么写那个Jungle 就是类似你也不能 因为它里面可能没办法print 因为print是print到我们的下方 将来是print到网页上的话 它就没有print了 那怎么办 你就变成你要用串接 串接之后再丢到网页里面去 写法的话 你可能就只能写这样的写法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给各位参考 VBA部分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是开visual basic 第二个我讲过嘛 插入什么模组 对不对 插入模组里面的话 开始插入程序 那个程序的话 也就叫99乘法表 the sub OK 然后开始撰写那个程式 那个程式的话 逻辑上跟python蛮像的 99乘法表 OK 假设这个名称好了 记得就是预设就是sub 按确定 怎么写 特别注意 大概有几个重点 for回圈的话 基本上呢 跟那个python有点像 一样叫for 但是for后面的东西不一样 for for i 一样是i 但是呢 在那个VBA里面 它刚刚是in range 这边的话是for i等于 哪个哪个 开1到9 你就1 1到9 enter两下 那也就是说 在VBA里面 它实际上 你不需要用range 你直接 它就1到多少 这样就OK了 它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VBA写法不一样 差别可能要稍微处一下 enter两下 另外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在 拍摄后面有个帽 可是在VBA没有帽 它是一个nest OK 意思是说 我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i 是1到9 那再来一个 for j 所以一样 for j 所以我 虽然呢 VBA不用缩牌 可是我建议还是要缩牌 一样nest OK 然后里面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sales sales前面讲过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i列 第i列就是这个 i是1嘛 第一列 哪一栏呢 重点 追 追的话是第几栏 第一栏 意思是说 输出到1-1 下一个就1-2 1-3 1-4 1-5 到1-9 所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等于要丢个东西给他 所以 一个i and 串接 一个乘号 串接特别主要 在VBA里面 是用and的符号 而且前后要空白 但是在那个Python是用加号 所以就可能差的差别 另外的话呢 在VBA里面 这个i前面不用转型 直接放进来就好 VBA我前面讲的 它不用转型 然后 and 再一个and 乘号 然后再一个and 然后and什么 and追 再and什么呢 and一个等号 再and什么呢 i乘上追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程式就写完了 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这个东西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它一支一 一支二 一支三 一支一支类推 那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它稍微压缩一下 那执行呢 如果跑太快的话 我建议按F8 F8就是 逐航 逐航执行 这边记得改J 我刚刚忘了改 i一个forJ forI forJ 然后再来就是先i i的话 现在等于1 那J也是等于1 所以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放什么呢 1乘上1等于 相乘结果 这两个相乘1 所以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好 F8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在VBA里面 这个东西 输出的话 它就输出到这里 那下一个的话 一样按F8 下一个 那应该这个时候 追会先跑 追的话等于2了 因为它NAS就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就第一列的第二栏 然后放什么呢 1乘上2 等于这两个相乘 那等于2 OK 执行 有没有 那一支类推 所以我这边就不中断 我就直接让它全部跑完 这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 有没有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理论上 在VBA里面 大概也会跟各位 就是比较一下 以后如果你写VBA 它的Fall的写法 就不是用Range 就是用哪一个词 到哪一个词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另外的话 在那个Range 就是在Range后面有个Step 逗点就好了 可是在VBA变成说 如果你要个Step 你变成要Step 加一个Step 然后呢 1 就是 1下一个就2 不是 就是Step中间间隔1 如果说像刚刚是相差2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 Step2 如果Step2会怎么样 我们执行看看 如果先把它清空 如果中间会变成说 我们Step2的话 变成说 它就是 13579 然后所以执行的话 好像应该少蛮多东西了 有没有发现 它执行的话变成 3没有了 2没有了 4也没有 所以中间就漏掉蛮多东西了 但是锥没有 因为锥都还保留着 变成说 中间空下来的列都不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 有关VBA的写法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